主席 主席 我们请部长 请部长 洪伟早 部长早 今天是委员会第一天的会议 那一开始 我先跟您讨论一下 在9月10号公告的 这个牢记法第36条的新函事这件事情 那这个新函事的话 是在10月1號就要開始生效 那這個韓氏裡面 有提到三種例外的情形 他才可以要求勞工 連續上班超過六天 好 那這個韓氏公佈了之後呢 其實外界還是有很多的疑慮 那我今天就先不跟你討論說 是不是這三個例外 是不是就超過六天 這個問題是不是大家所同意啦 那我今天就一些問題 先跟你做一個討論 當初這個舊的韓氏廢紙 他從75年到今年 剛好滿30年 這舊的韓氏已經運行了30年 那部長之前我有問過你 就是這二三十年來 你一直都也在 就是勞動部相關的單位在服務 所以說其實你一直來 應該也都知道這個韓氏 那你認不認為說 這個韓氏是有問題的 是有問題喔 好 那不管是新的跟舊的喔 其實他都違反了一個法律保留原則 我不曉得部長你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則 所以這個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們覺得應該要把它廢掉 是應該要把它廢掉好 但是我今天要講的是 不管是新跟舊都有這個問題 因為勞基法第36條 他本身並沒有例外的規定 那行政部門怎麼可以透過解釋的方式 來創造這個例外的規定 部長你有想過這個問題嗎 包括委員在75年的時候 我相信那個時候大概也是經過研究 認為36條的文字 的確是有一些文藝比較不清楚的地方 所以才會有一個75年的韓氏出來 所以韓氏裡面有兩個重點 一個就是36條裡面 他沒有講說兩個例假當中 有六天的工作時間 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那麼第二個問題就是 有很多的行業大概是沒有辦法 去試用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才會有75年的這個韓氏出來 所以有它的背景 但是後來75年的這個韓氏 被濫用到幾乎是所有的任何情況 都可以在必要時這個前提之下 全部都可以工作超過 工作超過7天到12天 好 來部長 我想你應該也沒有了解 我剛剛要問的問題 我今天的問題是說 今天我們這個法律制定的 這36條 它並沒有一個例外的規則 所以說基本上 我們所有的法律的這個 法規命令或是行政規則 它都不可以凌駕於法律 所以你今天頒布了這樣的韓氏 那你就要蓋過我們36條的 這個法律的一個規定 那我覺得這是有問題的 那如果說今天剛剛就如同 部長你講的 如果說我們今天真的有一些需要 有一些必要 那一定要有一個 就是例外的話 那應該也是要有法律來創造 那有法律來創造的話 現在有例外的一個勞記法裡面的條 是三十之一條 那三十之一條的話 我不知道部長你知不知道這一條在規定什麼 四周財心公司 不過我剛才都提到這個是 是沒錯 但是如果需要去做修法 那才是一個根本的辦法 還沒修法以前 那麼所以才會有75年這個韓氏 這個韓氏後來在法院裡面的 這個很多判例裡面 法院也同意有認可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韓氏出來 所以可見在還沒有修法以前的過渡時期的處理方式 他們是可以透過韓氏來加以處理的 好嘞部長我跟你說 如果說今天你們要創造例外 我認為應該要回到三十之一條 來做一個放寬跟討論 那當然正本清源的做法 當然是由法律面來規定 那才是正確的 那為什麼今天你們不透過三十之一條 來做一個放寬 那為什麼要透過三十六條 這是我一個很大的疑問 那現在我們其實大家在討論的是說 為什麼要用三十六條 因為三十六條你就直接用一個韓氏 就去解釋這件事情 但是如果你回到三十之一條 三十之一條它寫得非常的清楚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 雇主經工會同意 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 經需經勞資會議去同意 也就是說你這三十六條 在你們這個韓氏裡面 你們只講到說 經事前徵得勞工同意後 這個就可以生效 好那也就是說 只要經過勞工同意 我們跳過了工會 如果今天這個事業單位 它是有工會的 我們不用跟工會談 他直接勞工同意就好 所以你也架空了工會 所以是不是你們在這個韓氏上面 我們不去用三十之一條 我們是在幫雇主 來省略這個比較困難的關卡 我們考慮七十五年的韓氏 它是一個已經在我們委員會討論過 所以委員會裡面的決議是叫我們馬上把它廢除掉 這是當時的最主要考慮 至於廢掉以後 你馬上是不是可以透過三十條之一修法 來補足當初七十五年的時候 他們發現了那些問題 那麼我記得在我們委員會裡面很多的意見是三十條之一 如果要討論的話大概還有很多意見 因為事實上也有很多聲音認為三十條之一根本就以後不要了 類似像這樣子 所以我們才覺得說 大家在延商這個修法的過程 這段時間 先把七十五年那個先把它廢掉以後 解決當中一些不能克服的問題 然後爭取那個時間來討論修法的問題 我是覺得說我們用漸進式的方式來解決七休一的問題 好 部長我今天也是要跟你講這件事情 我今天只要跟你形成一個共識 就是這個函式是不合理的也不合法的 他應該如果我們真的要回到法律面的一個修改 那你今天好你說因為時間上非常的急迫 那這些產業他沒有辦法等 好 那你要用這個函式 我很勉強很勉強的去跟你講說好 但是你接下來你應該怎麼做 我希望勞動部要提出比較正常的一個做法 而不是說你的這個規定 能夠凌駕於我們的法律之上 這一些法律都是由立法委員定出來的 好 都是我們人民選出來的這些代表去制定出來的 今天不是一個我們行政單位 就可以用一個解釋去凌駕這一些法律 所以這個是我今天要表達的事情 那過去這個函式就在75年所頒布的這個函式裡面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行政部門帶墮的一個問題 在這個函式剛剛部長也有提到的就是說 只要以前只要有必要 他就可以就是透過工會跟這個勞工同意之後 他就可以在這個各該州內去酌情去更動 好 所以這個有必要這幾個字 好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也就是剛剛部長你講的 造成說我們後來很多行業都自己去用了 好 所以大家都去試用了 好 那我覺得這是我們的行政部門 我們政府有很大的一個問題 跟他的一個處理上面的一個錯誤 造成這30年來很多的勞工受到這樣的一個壓榨 好 那現在我們新的函式裡面又出現了 有這個必要這兩個字 好 這個必要是基本的要件還是裝飾用的文字 他是基本的要件 一定要 我們會很嚴格的來執行這個必要 就是我們幾乎用列舉的方式 那個三個例外已經把它列舉得很清楚 而且我們還有後續的管控的機制 對 好 那您的管控的機制是什麼 可以說明一下嗎 我們會要求他們 如果你要利用到這三個例外的話 我們初期第一個階段 很可能有人解讀不一樣 我們要求他通報或是登錄 我們有個網站 設立一個網站 就他登錄了之後 我們就看得出來他到底是不是真的符合 這三個例外的情況 如果不是的話 當場就會跟他糾正 或是輔導他說這個不行 如果是的話 那你是不是按照這樣實施 我們後續的勞動檢查 就可以依據這個通報的紀錄 去做實施 好 這件事情我希望說 如同部長你講的 他需要去申報 需要去登錄 那勞動部也這邊會做嚴格的把關 因為這已經是例外了 那我覺得是需要很嚴肅去看待這件事情 那接下來我要問的一個問題就是 關於南山人壽的勞資糾紛 來 部長你有沒有掌握這樣的情況 現在的狀況 有 跟我們同事都有很密切的掌握這個情況 好 那現在的狀況是怎麼樣 部長 最大的問題像到底是雇佣還是承攬這個問題 那麼我們也掌握到民事法院跟行政法院的判決是不一樣的嘛 現在好像資方也提出了釋憲案 所以道法官也受理了 所以還在等待道法官最後的審理結果 那麼至於這個公會所提出來的四項訴求 我們大概都跟他們都溝通過 大概都朝良性方面在進展 包括勞保 健保 還有稅務的問題 還有業務所的這些 還有這個上市公司要嚴格審查 這四個方面我們大概都已經在幫他們處理了 都有在幫他們處理 剛剛部長也講了 就是大家的見解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在一百年的時候 最高行政法院他已經確認的是 就是南山人壽跟業務員之間的關係 是僱傭的關係 那南山人壽到現在跟公會之間的 這個相處已經 我覺得已經是這個狀況蠻不良的 那最近公會有說要去抗議 那這個銀眼良總裁呢 他也就是讓公司發出一個恐嚇函 那部長請問這樣的一個問題要怎麼去處理 包括我們在9月21號已經正式的喊給南山人壽公司 跟他們講說 叫他們一定要尊重他們集會遊行的權利 所以不能用恫嚇的方式來給公會施壓 這個是不允許的 那這南山人壽有做什麼樣的處置嗎 我們除了跨文之外 我們私下要去拜訪他跟他強調這一點 叫他們絕對不能這樣做 好 那這邊我是要跟部長提 其實勞動部應該要多站在這個勞動 就是我們勞動者的這一方去處理事件 那今天這件事情 南山人壽跟這個工會跟資方的這個議題 已經不是最近發生的事情了 他從2001年他就是入主之後 就一直都有這樣的一個爭議 那我也希望說勞動部能夠積極的介入去處理 那對於就是南山人壽他針對於這些罰款 就是也不痛不癢的這些問題 這個上次我們在上個會期的結束的時候 已經有跟部長討論過 一例一法的這個構想 那這個構想不知道說現在勞動部的一個 目前的進展如何 這個可能還是要依照現有的法去解釋 過去一例一法好像一直還有不同的意見 包括我們的法務單位的意見都還不一致 所以大概目前還沒辦法做到這樣 好 那我希望說 接下來這段時間這個會期 勞動部可以看是委託學者 或是你們自行去做這樣的一個研究 那提出你們對於這樣的一個一例一法的一個 就是接下來的後續的一個做法 好 謝謝 好 謝謝洪委員